因为有许多的出家僧众 投入利他的菩萨事业 也改变了大众对于出家人的看法 在台湾有众多无私投入慈善文教事业的出家僧众 公鸡卓越有目共睹 这才使得社会对出家众的刻板印象改观 陆生风气烧炼 信徒的资源不会刚刚好够用 有时候它会更多 多了以后没有一个有意义的出口 让它营造社会最大的利基 到后来就堆成寺庙的围墙 跟越来越高耸的建筑物 那么这个社会如果是 大家的经济还不错就可以 如果等到社会的经济力弱了 贫穷的人多了 这个社会会去向佛教清算的 所以我认为资源来自十方 那么寺院里面尽量地简单过日 让这些资源回到十方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让苦难的众生受惠 这个是佛教理所当然要做 也比较符合佛陀的 慈悲洗舍的理想的精神 那么其次就是说 面对一些社会的 对佛教的扭曲 那么特别像对慈祭的这种 应该是说披天盖地的 万箭启发的公结 我们是不是可以都认为说 那我们就忍辱就可以了 不对的 忍辱波罗蜜呢必须要有智慧 这个智慧呢才能够到彼岸 如果我们一味的退让 只是助长了别人更多的嚣张 让别人更敢为恶 那么对不起 第一个他会用加倍为恶来报复你 那就是你的报应 因为你纵容他为恶 那么你纵容他对你施加暴力 那么你就会变成被虐待狂 所以你理所当然就会感应到 叫吸附 让一些有虐待狂倾向的 吸附到你身上来虐待 正因为有以行菩萨道 至奇的生命 才能抗拒政治和异教势力 对佛教的刁难与迫害 并积极皇法度众 造就出大批的护法居士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 桃园采访报导